山东省荣城市残疾访民曲华强 由于长期申诉不惑受理 日前他在镇政府大院引爆自治炸药身亡 6名官员受伤 这是一周内的又一起民众针对中共官员的爆炸案 学者指出 现在中国的官员们已经成为民众除之而后快的罪犯 9月3号早上8点多 49岁的曲华强坐着轮椅车来到滕家镇政府大院 当镇党委副书记和派出所所长等人出来之后 他引爆了自治炸药 除了他当场丧命 还有6名政府工作人员受伤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曲华强走上了不归路呢 在曲华强的博客上有17篇文章 发表于2007年6月到2008年2月间 其中《伤残处理协议的无奈和被逼迫签订的伤残处理协议上下》等文章 讲述了他为何走上上访路 并且有用炸弹讨回公道的想法 8月27号 一名湖南省少阳市自来水公司内部退休女员工 点燃汽油瓶烧死三名领导并自杀身亡 两场爆炸相距不到一周的时间 接二连三的人弹报复不仅悲壮 也显示当今社会民众被逼上梁山的无奈 世界华人周刊总编杨恒均在博客写道 从自杀到自杀是袭击 下一步就是袭击啊 当局应清醒 中国官员们已成为民众眼里的罪犯 除之而后快 长期关注访民的原陕西电视台编辑马晓明表示 访民所反映的很多问题 直接与当地官员的腐败有关系 还有公解法部门存在贪赃亡法 另外接访的官员对访民采取刁难 推诿捉弄甚至关押 所以访民们把官员们看作犯罪分子 这对中共的政权 中共这种专制统治呢 应该说是一次又一次的提出了 非常鲜明的警告 维权的方式就肯定会升级 由人数少到人数多 有理性的是口头的文字的上访 到集体的赌马路赌政府 到推翻警车砸了政府的这个办公机构 到实行这样的杀警察杀贪官 用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去与这些贪官同归一尽 或者是表示自己的唯一能够表达的这种反抗方式 权力运动发起人胡军认为 整个国家现在官民极度对立 至今中共仍然贪恋权力 压制百姓 这会导致社会的大冲突 老百姓的政府对于程度就是非常凄烈 非常惨烈了 中共他现在还不去反省 还是加强什么保卫十八大 以十八大来压民意的话 这样肯定就会造成整个崩壁 最后造成中共气质瓦解 这也是中共他羞龙自取 胡军指出 中共只有还政于民 走民主宪政道路 既是救他们 也是让中国老百姓摆脱苦难的唯一方式 据了解 仅9月3号那天 到国家信访局的人数就接近五千 这还是访民经常被抓走后的上访人数 而信访局外的解访人员至少有两千人 有报道说 最近有许多访民到北京周边地区暂地 等待十八大兆开始进京 而其中不知有多少像屈华强这样的老访民